大家好,我是王九 到今天为止 咱们的最晚术品种 国庆580 基本上已经清原了 一周的时间 咱们大概种了二亩地 然后今年有第三年生的树 有第四年生的树 套了一万七千个果袋 大家猜一猜 我收入是多少呢 种桃树 是赚的还是赔的 看我这个嗓子 大家就应该能猜得出来 可以发弹幕 猜一猜 咱们二亩地的收入是多少 总收入 然后再猜一猜 我投资有多少 总共二亩地不算多 这个计算数据呢 应该很简单的 我看看大家有猜对的吗 今天咱们简单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种桃子 到底能不能挣钱 今年呢 因为雨水过多 代表就是因为 品种选择不当 还有修剪这块不到位 是不是有很多原则 又是处于亏损 并不受益 亏损的状态 先给大家分享这个问题呢 然后把我个人的一些理念 知识分享给大家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种桃子能不能挣钱 第一点就是先选择品种 有很多朋友问我说 什么品种最好 什么品种是最新品种 然后能挣钱的品种 第一点我就让大家 我先跟大家说 你选择品种的时候呢 必须要避开当地雨水 如果避不开的情况下 咱们可以选择一些套果袋 不用截袋的 盘桃 油桃 或者是这个黄肉茅桃 不截袋 直接采摘的 也是可以的 因为桃子不截袋了 它能减少果面吸水 能减少咱们这个果子的口感 能保留更多的原汁原味 如果要是说 像咱们这580品种 咱们能截袋以后 已经上糖了 正式采摘期 甚至于采摘后期 然后通过下雨 果面吸水过多呢 它这个口感 会降低很多的 在品种选择上 是一大关 品种选择以后 它就是什么呢 它就是管理 对于修剪这块 经常跟大家说了 大只接小果 小只接大果 大只接果 甚至于不保果 露果的现象特别多 特别的多 这一块呢 咱们就不详细说了 因为咱们发的那么多的视频 重点就是说的 这个修剪 夏剪 春剪 夏剪 秋剪 冬剪 咱们全年当中 咱们修剪 都已经发出了视频 大家有时间 可以多去看一下 这是第二点 修剪的原因 然后第三点是什么 第三点就是 植宝这块 病虫害这块 包括说是 咱们需要套袋的一些果子 当中出现了一些误差 在咱们套袋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期视频 就是教大家怎么套袋的 大家在套袋的时候 有没有按咱们的办法去套呢 有没有那么去做 有没有出现误差 大家可以想一想 昨天有位大哥来找我 说他那个攀桃子 然后现在已经疯产了 树上的果子特别多 已经疯产了 但是烂果特别多 我就问他 在哪个地方烂果 他就在那个底盆烂果 为什么会出现烂果呢 第一点就是 结果枝选择不当 结果枝选择不当 你小枝套袋 肯定能把它那个 套的比较严实嘛 然后你大枝套袋呢 它那个裂缝就比较大了 同时灌的雨水会特别多 咱们套袋的时候 不可能说是留备上果的 一般留备下果 备下果呢 它就 会两侧果子 它那个果袋口 再向上的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是什么呢 操作不当 我就带叶套上了 说过很多次 不要带叶套上 其实咱们家果子 套袋的工人呢 也有很多套上那个叶子的 就是那个奉入天后 套叶子的地方 有叶片的地方 全果袖 还就是套袋以后呢 它套的比较松 有很多人知道 那个果袋呢 有一种就是有突出的一块 像他们俗称的是那种 刀霸的那种果袋 也就是出了一条 那个铁丝的位置 它比咱们平常这个果袋 相端的 它会突出一部分 这种果袋 它就容易出现 漏雨进去 因为它不紧实 一滴流 滴流上来以后呢 咱们这个 咱们这个铁丝呢 它比较向上 结果一捆呢 你捆的只有一个 最前端的一条果袋 给它憋住了 其实它还有一个大口子 你们是没有发现 通过下雨往下坠 或者果子的生长呢 它越来越秤的越来越大 然后它会越来越下坠 这种容易出现 灌进雨水 灌雨水以后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果袖 烂果 这就是很多原因了 第四点 就是套袋的时候 尤其针对这种 黄肉攀桃 或者是白肉攀桃 攀桃子 它这个顶面 是不是有一点果胶 有很多品种 容易出现顶面 也就是最上端的这个顶面 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裂缝 有点果胶 有没有清除掉 咱们分享套袋的时候 应该是跟大家说了 一定要把这个顶端 这个胶给它清除了 这个胶怎么出来呢 是因为咱们的果子 随着它这个做果以后 它开始第一次喷果 第一次喷果的时候呢 它就生长量过大 也就是果肉 拉动的时候 然后拉开了一点点小缝隙 严重的会出现炸合 轻微的 它就出现了一点点的小缝隙 是毛喷桃 还是油喷桃 是很容易出现这个状况的 如果你没有清掉它 肯定是刺果的 真正长成熟以后 那点胶 它会变成黑色 黑色以后 这一块全都是黑色的刺果子 这就是咱们在套袋的时候 没有精益 到了成熟 表现出来的一些现象 很直接的现象 就是在管理上 容易出现的四种状况 除了咱们品种选择 修剪 还有质保 用药 杀菌用药 套袋 还有一个关键的是啥呢 就是卖果子 你有好的品质的果子 你卖不掉 你也不挣钱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那个果子真正长好了 长成熟了以后 难道有人会去找吗 别人不知道你们家有那个果子 人家会去找你吗 不会的 所以说呢 咱们销售这块 把果子销售出去 是占咱们整个种植 收益的60%的成功率 你如果达不到这个 你只会种 你不会卖 一样 全员也没有什么收益 甚至于更是亏损 17000个果袋 一周的时间 把它销售完 全都是零售 基本上都是在 基本上都是在 6两半起步以上 咱们都是走的 这个礼品庄 精品礼品庄 然后价格呢 是在自取的情况下 是50 50块钱6个果子 然后咱们自己包装 自己工人去包装 然后呢 剩下的那个半斤6两的 好果子 5块钱一斤 再次的那种 就是半斤6两挑出来的那些伤果刺果 咱们销售的价格都是10块钱3斤 很多朋友能看到到 今日参加10元3斤 就这样的 在销售当中呢 是有一个模式 你必须要给自己 那果子定一个位置 你不要说 他们来了 你就让他们沾 他们来了 你就让他们自己剪 尽量不要让客户 自己去剪那些果子 因为他不知道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坏的 他只是直观的去感觉 我就感觉这个是好的 我就挑了他 然后多了以后呢 他会挑花眼 我挑这个不行 挑那个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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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呢 上次是咱们 把咱们的果子 无形当中 会造成一种伤害 所以不让他们挑 你就给他装一袋一袋的 像我干的那会儿 我就把它装成 20块钱一包 20块钱一包 你拿你就 这就是20的 个别的来了以后 没有咱们再给他去装 也是可以的 尽量不要让客户 去挑选咱们那些果子 当然了 咱们既然给人家 这个咱们既然去销售 第一点要保证 大家收到的果子 每一个果子 都是好吃的 口感 都是好吃的 这是咱们作为一个果农 最应该做的一件事 所以在销售上这块呢 有很大的误差 包括说让大家尝果子 一个关键问题是什么呢 不要让大家去尝地上的果子 但凡地上落掉的果子 除了鸟害弄掉的 还有一个就是胜利器落果 然后弄掉的 再就是长得比较小 然后它老早 再半个月已经停长了 你说它也没有长个 然后也没有长那个糖分 能吃吗 不能吃的 咱们不要心疼那些果子 然后我把它直接埋掉 不让大家去吃 吃我可以完全摘一个好果子 让大家吃 为什么呢 因为桃子虽然有价格 咱们给它定了价格 有它的定位 但是大家呢 吃完果子以后 给咱们的平价是无价的 任何人都不可取代的 这也是一周的时间 咱们把这些果子 全部零售完 几千斤果子 全部零售完 甚至于将近一万斤果子 全部零售完 大家能想象得出来 是怎么卖掉吗 所以最后一点 就是销售 销售这会儿做不好 前期咱们再这么努力 甚至于是徒劳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 只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咱们今天就不讲 那个意外的天灾了 昨天 前天 我们这儿连续 下来两天两夜的雨 咱们这个果子 在下雨之前 雇了很多工人 把我树上的果子 全部摘掉 为啥呢 就怕吸水果多呀 找雨水以后 吸水果的果子 影响口感 是完全口感不行的 有时候就这样 咱们又和天气赛跑 有人就说 我站不住老天爷 那你还不过看天气报吗 咱们还是可以去跟它赛跑的 有这个机会 咱们一定要把握 不要去想 下雨天 我摘了怎么卖呢 冷库啊 咱们可以储藏啊 你储藏两三天 甚至于十天 完全不会影响口感的 更何况 咱们这个国庆580品种呢 在冷库 冷藏两个月 拿出来以后呢 和现摘的这个口感 没什么区别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水蜜桃 它和水蜜桃 和蜜中之的桃子 还是完全两个口感 谢谢大家观看视频 大家看完视频以后 记得长按点赞 五秒钟 一撒手 强烈推荐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